顾梦你敢不敢挑战 对小粉蛋说一天土味情话 不敢 好 那么好 既然是粉粉的强烈要求 肯定就是要做的啊 不过呢 要如何把小粉蛋约出来呢 说我带她打电风赛吧 她又觉得我菜 说我再跟其他妹妹玩吧 未来的关系可能就此破裂了 那该怎么办呢 哎 有了 哥们儿 每次上私房间的时候 吃药被你们这件粉粉发现了 那是一点秘密都留不住啊 那么这次我就故意给你们看 首先拿出我的私房钱 然后来到最新小金库的入口 这样打卡合照 再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合成 这样一个完美的通知报告就制作好了 接着再把它发到 你们顾梦几节的粉丝群里面 这样一来 我们只要在庄园前前的等待一会儿 就能等到 不是啊 我小金库的通知报告 这刚刚发出去啊 这就来做我了 别追了 别追了 你不要过来啊 臭姑妈 又背着本小姐藏私房间是吧 这才几天啊 呃 其实有个事情着急的 去你呀的 家人们谁懂啊 这样让我知道 是男小子手速这么快 我非得跟他搭着三百个回合不可 快说 什么事情找我 哎呀 这不是确定身体有点不舒服吗 身体不舒服 虚啦 什么虚啦 那还不是都怪你 然后整个人都没了抵抗力 咦 你是真病了还是假病了呀 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吧 哎呀 小分蛋 这不是冬天快到了吗 那你知道冬天和什么最合适吗 不知道 那当然是和你一起最合适啦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冬天不应该是多喝热水最合适吗 要不我们一起吃全家桶吧 干嘛非得吃全家桶啊 因为吃完我们就离一家人了呀 那又是没吃完呢 是不是就浪费了 哎呀呀 家人嘛 谁懂呢 原本我以为我会消满蛋的感情 是一个充满爱的小爱心 可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那简直啊 就是一个直尺啊 是真的直啊 先这样 看来我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哦 我的公主殿下 你还记得昨天是咱俩的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那当然是咕骂我 爱你一天的日子啦 真都假都啊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昨天好像也是你贵榴莲的第二百六十八次吧 再来 小满蛋 你知道吗 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 游戏 什么游戏啊 那当然是我的世界啦 我看你像迷你世界吧 也可能是小小世界 我还就不信了 非得让你这铁石心长 为我心动一次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的小粉粉 在家呀 不不不 你现在应该在我的脑海里 在家 我的脑海里 在家 脑海里 在家 你们就是我的脑海里 挖出来让我看看 PENTAKILL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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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